大家好,我是刘二大妈妈 今天是第一天我在这个小视频里面给大家拍十字绣的教程 今天先教给大家就是咱们十字绣如何在背面收针 像这个是我绣完所有的回针了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针回针 从这个左上角把它扎下去 好,这一小块就全部绣完了 我们把绣布翻过来 然后呢,挑起背面,十字绣背面这种有小树道道的地方 这个小树道道其实就是十字绣的一个经纬 大家都知道我们十字绣的绣布就是采用经纬的织法织成的 所以说,把这个地方挑起来 把这个线的话,你看,都走到这个布丝里面了 如果说嫌一针不够紧的话 可以在上面再挑起一针 然后呢 剪刀 我的剪刀有点不太管用 剪刀,把它贴边剪掉 你们看一下啊 给你们发个特写,你们看一下 这个十字绣 一点点都看不到这个线头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,你们看一下 原谅我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录小视频有点小小紧张了 哈哈 这样的十字绣的埋针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关注秀逸亚运,学更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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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